1842年 清道光22年 1842年 英國和清朝簽署南京聯約 1842年 在地圖上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 陷阱重重 探險隊1842 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 我 劉世良 我 張王 我 陳仁啟 我 李嘉雲 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好 大家又到星期一晚的探險隊1842 也是一樣 我和陳仁啟兩個探險隊的留下 兩個隊員 兩位隊員都各有家事 上個星期很多人談論的是 講香港法治的歷史 延續下去 大家如果想明白香港制度的發展 香港之所以成為今天的香港 我想除了法治之外 另外最重要的是民官制度 一個公務員的體系 是的 到今天為止 回歸由1997年到現在 20年以來 實際上政客的表現 就佛善捉塵 但是大家一直在生活上 整個城市的管理上 都仍然覺得沒有大幅的倒退 是靠執行部門的公務員 除了大英帝國留下的法治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 其實不是民主 而是行政系統 這個就是和內地 和其他台灣 澳門 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 以往我們經常覺得民主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忽視了 民主是一個價值理念 但是真正和管治梁政善治有關的 其實是公務員制度 尤其是沒有民主的時候 公務員第一 效率要高 第二就是清廉 也要市民值得信賴 這個就建立到一個制度 或者一部比較完善的機器 所以在整個公務員的 產生的過程裡 都是需要有一套 很嚴謹的一個過程 這些就不是 上面天空就無端端掉下來的 我一直在這個節目裡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的看法 今天很多親共的人士 就對於打破香港的慣例 制度 就覺得沒有什麼可惜 或者很容易去做一些 break the rules 的事情 但是他們不明白 香港那個社會經濟發展 是經營出來的 是經過一百五十多年的經營出來 是慢慢建立的 其實是 之前我舉例說過 其實香港的天災 曾幾何時都好像澳門 或者好像孟加拉 菲律賓一樣 1960多年打一次風 死了很多人 是呀 嵌山泥 那些汽車被風吹到 那些路 整條塔路 整條路凹了下去 在質魚沖 也有試過 抑和道塔泥事件 死了很多人 整個山坡衝了下去 抑和道 什麼官隆樓 抑和大廈 官隆樓塔泥 但是大家想回 近這幾年 很少山泥傾瀉 為什麼 是因為政府 負責處理危險斜坡的部門 公務局 一直 每年 一直 竊而不捨 這麼多年 去做修緝危險 扯波工作 但是這些 大家是不在意的事情 但是正正 如果沒有了這樣的部門 去做 你就會發覺 那件事一出事就很嚴重 另外一次就是 南亞海難的聆訊 很少人留意那個聆訊的內容 因為大家只是留意 追究責任 其實靈訊的內容 直揭露海事處 後來 政府就派了現任的發展局長王偉論 去做海事處處長 是什麼呢 其實是內部整頓 海事處 派一個AO 下去 這個就是每一次出事之後 班農來由塔尼 塔尼之後死亡人 然後 立法會和彭定康都委任了獨立調查 例如嘉麗大廈大火 也是 這些天災人禍也好 做完調查之後 有很多recommendations 然後這些建議 你要執行 你知道大陸也有很多這些檢討 但是檢討完之後 一樣是負責工程的 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香港 這麼多年 就是每一次每一次 就是在一個執行部門一邊檢討 一邊改善 是這樣經營出來的 是的 譬如 我們之前說過的暴動 譬如六七暴動 六六暴動和六七暴動都有報告書 是的 也有報告書 建議的 然後再執行 加利大火 加利大火 彭定康那個年代 1992至1993年 我記得 然後有很多今天的防火建議 在加利大火之後做出來 是的 譬如你突然說起這件事 我都想說 譬如 剛剛也有所謂的輕德事件 輕德之亂 輕德 不是 輕德那間小學 輕德之亂 那個校洞 陳章平校長 沒錯 那間學校混亂 那這件事也引起我們想起一件事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七幾年的時候 有一間叫金禧事件 有報告書的 也是那間學校 那些校長 就是貶財 直接戀了 就是跟老師分開兩批 一樣的 就是有賄賂 那些校長 那結果 當時政府也是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那就是出了一個報告書 那報告書 就是提出很多建議 譬如成立一些老師和學校和老師 與當時的教育署的一些知議會 來互相商討 來慢慢去處理這些老師的問題 結果呢 就做得很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到了教育改革的時候 慢慢就再有這個所謂的 法團校統會出現的時候 那個知議會就慢慢消失了 就是那個良好的制度不見了 那結果呢 大頭髮就是現在出了 其實很簡單 我告訴你 曾幾何時 真的執掌香港教育政策的 其實不是人力及教育事務司 而是教育處長 其實是執行部門的首長 很多人以為是靠那些什麼C級官員 我告訴你 香港整個梁政善治 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就是執行部門的官員 是 你以為AO很厲害嗎 其實更厲害的是什麼呢 那些叫做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總行政主任 甚至他們其實 他們還沒有去到AO level 是 他們還沒有去到 是兩條隊來的 AO和EO AO就是通財 什麼都可以碰到 但是EO其實比較專職 專財 今天我們是說香港公務員的歷史發展 我們還是要從我們節目的年代 19… 1842年 1842年 其實初初就沒有公務員 沒有 初初很亂動 軍頭 軍頭沒錯 第一任港督布丁澤 然後就是其他那些 下面的那些軍官 有什麼職位嗎 上次我們說過William Ken 即是阿堅 威廉堅 威廉堅 他其實是一個兵而已 即是一個宗教 其實是軍政府 是軍政府 但是你在軍隊裡也知道軍法 那就做裁判官 還管警察 他又查案 警察又做 審判又是他 捉人又是他 什麼鬼 監獄署長都是他 什麼鬼都做了 另外 當時就是剛剛開波的時候 就是 要管這個 因為那時候 主要的人 其實是華人 其實人口不是太多 香港倒 最初是幾千人 圍多利亞城 多大 很少人 那些外籍人士 幾百個 最初就是 你要管華人 找一個懂得聽 苦華道 那些叫做 Chinese Registrar 沒錯 最初第一個說 郭士立 傳教士 因為他懂中文 對 因為他懂中文 後來就是 John Morrison 馬里頌的兒子 馬如罕 馬如罕 因為他懂中文 不過他很快就過世了 後來就是最精彩的那個人 我們上一集 高禮和 高和義 高和義 他叫Daniel Cordell 大貪官 大貪官 這個精彩 因為這個人是厲害的 這個人 這個人就是 鬼佬樣子 但其實他是 暈得很厲害的 我們現在繼續說 雜種 即是 可以說 後來虎華道 叫做華文正巫師 華文正巫師 其實現在是文正巫 即是劉江華 沒錯 但當時的 十九世紀 劉江華可以開妓院 沒錯 開妓院 賣鴉片 以及勾結海道 當時有一個叫做 黃墨州 是大道 原來他們是朋友 一起 一起搵食 沒錯 就是這樣的 高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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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郭士立 我們有個課程 叫做香港人香港市 去香港墳場考察 大家就會看到他們的墓地 都在 兩個都在 郭士立和高和義都在 你去高和義 那個墓 那個墓 就有一個柱 有一個柱 還有一個共濟會的標誌 沒錯 上面有一個共濟會的標誌 其實很容易營 因為門口一進去 很近黃竹坑 很近黃竹坑 那條路一進去就是 另外郭士立 就在另一邊 就在教堂仔 教堂仔附近 教堂仔後面的位置 外面就是一個碑 記下他的事跡 但這個郭士立也很厲害 郭士立是南京條約的翻譯 他懂很多種語文 懂中文 懂泰文 他懂中文 懂泰文 馬拉文 他中文還懂什麼呢 他懂粵語 懂客家話 懂潮州話 所以他那時候 我們上一集說過 他就叫了一些巴靈會 巴式會 巴式會的傳教士 其實就是這樣 三巴會 所以他看到就是 香港早期的公務員 要麼就是軍人 要麼就是傳教士 其實都不太制度化 沒有的 沒有制度 基本上亂來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公務員體系要出糧 要出糧 要錢的 錢從哪裡來的呢 早期的時候 基本上政府 在香港收稅 即早期都養不到 養不到一個有制 即有一個規模的一個政府 所以第一 就是那時候 整個政府出糧 就是靠英國的軍部 撥款 最早期 後來到了慢慢 大概二十年之後 香港的 自己有瑞收 是的 因為當時很多華人 就是富裕的華人 有廣州 就是龍兵之亂 香港 開始華人的人 多了 交稅的人 多了 慢慢可以支持到 一個政府 所以後來慢慢 就是因為本地的稅收 可以撐到這個政府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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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即是殖民地政府 就不再收英國那邊的錢 一不收就開心 因為 當年你要收 英國的錢的話 它那邊的國會 要審 要審 所以你這個殖民政府 做什麼 他們那邊 英國都要問 所以後來到了 那個華人的社會 慢慢壯大了 稅收 稅收 猜響等等 越來越多的時候 可以這樣說 從19世紀 六七十年代 開始 進入一個全球化 最主要就是 蘇伊士運河 作通了之後 香港就慢慢 發展成為 一個航運的中心 其實很早期已經是 就是 我們之前說過 去金山莊 去北美洲 甚至秘魯 日本人 譬如伊藤博文 出國考察 其實要走來香港 然後在香港坐船 去歐洲 整個城市就開始繁榮 因為那個人流物流 和資金流 就是豬仔貿易 那些 運輔傅工出國 去建鐵路 去掘金 那樣 開始就是 剛才所說 就是人口越來越多 那個城市的功能 越來越複雜 其中就是 包括什麼 公務建設 公務工程要做很多 除了建水塘之外 街道 市政 這些東西 另外就是 主要就是 稅收 和一班司法人員 等等 那 就開始 陸陸陸陸 有個需求就是 建立一套殖民地的民官制度 是的 這個香港的民官制度 可以這樣說 也是英國 至今為止 大英帝國 在全世界來說 是保留得最久的 是的 因為很多是 四十年代 二次大戰之後 已經殖民地獨立 已經變了樣子 沒有了 香港現在還保存 今天 你可以說其實 新加坡算不算 不算 新加坡因為有一個執政黨 這樣就是 因為當年 其實香港和新加坡 都是相識 那製度為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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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第一任的不知幾年 colonial secretary 是 副政司 是的 一直數數數數數 數到今天 是的 那你看看 那些人名字是一百多年 是沒有停過的 一個是誰到誰 幾年到幾年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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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另外一塊牌 就寫著什麼呢 就是financial secretary 是 財政司 反而律政司沒有 律政司後期 不知道 可能在後期 他在後期 每一次出門口 然後我都看著 咦 為什麼 這個洛克 就是洛克道那個人 其實是以前在那裏上班 是 洛克那時候 是不是在那裏上班 那裏已經是新的 新的了 那裏是 那裏是 雪廠街政府 政府合處 那裏好像是後來再起 是之後的 六十年代的那個 因為洛克應該還沒有在 沒有在那裏上班 是的 但你就看到 那個文官 那些名字 但你就看到其實那個歷史 這個 heritage 那個傳承 是一直這麼多年的 百多年的 是的 所以我就說 共產黨的歷史 就是90年 是 1921年 第一屆黨代表大會 1921年 香港的文官體系 已經成熟了 已經成熟了很多 所以為什麼共產黨 覺得香港這麼難搞呢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要動搖那套民官制度 將它改造成為一個幹部體制 其實是很困難的 其實現在 改造當中 局長 副局 政治座 這種算不算 一種 慢慢 公務員的體制 慢慢轉向幹部體制 但是 香港的公務員 就不是原創的 它主要就是參考來自印度的公務員體制 是的 那因為 講到殖民地的政府來講 印度 英國殖民印度 比香港更早 是的 所以它因為印度很大 是的 所以它真的需要 不像香港一點 它是需要 建立一套的 印度文官體制 是的 那就成為 這個香港文官體制的 prototype 是的 不過這個文官體制 應該 跟中國 都有些關係 話說 艾謙尼斯 這個 這個港督 這個總督 對這個 中國文化 或者那個 中國傳統的 那個文官制度 有些興趣 大家要知道 我們 中國那個 選官 選官制度 那個歷史 都是很悠久的 徐朝 那個科舉制度 就徐朝開始 但是 如果要講那個 文官的選官 我們甚至可以 追溯到 漢朝的 賊舉 賊舉孝廉 對 譬如 我們說到 周朝以前那些是貴族 就是那些 天子 諸侯 興大夫 然後時 都是貴族 但是到了 春秋戰國的時候 就開始有些 自戰 平民出身 孔子周遊列國 銷子銷自己 那類 張兒 蘇秦 韓非 那些最出名 那些最出名 就是銷自己的 到了 秦國 秦國 和秦國的時候 都是那種 食客的 一種 制度 李斯 都是這樣來的 貴族的 莫嚇 即是 在他的辦公室裡面 私人的僱員 即是孟常君 那類 戰國四公子 孟常君 就養了一班人 養了一班 劉羅 讀書人 總之各有所長的人 到時就可以用 基本上都是這樣 就算你到了 漢初的時候 都是一些功臣 所以整個文官制度 可以說是 要建立一個公平的制度 選賢與能 選賢與能 真的用一種賢才去選賢 就在漢朝 就是漢武帝開始 賊舉制 因為 其實為什麼漢武帝 那麼經典 其中一件事 就是因為漢武帝 職位的時候 正正就是 漢朝建立七十多年 漢初時候 例如那些 蕭河 曹參 那些人 即是那些功臣 都死了 有時候覺得 有些像現在的共產黨 即是當年 革命元老 革命元老死了 到習近平 要怎樣玩呢 漢武帝的時候 就開始 要設立一個制度 就是民間選人才 就不是再用貴族 但他不是考試的 他是用策舉 什麼策舉 就是孝廉 即是說香辛的口碑 那些 口碑 那時候就是 可以造假的 後來也是造假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那時候 是通過那些棍太秀 去 其實會不會走後門洗黑錢 這樣不出奇 但是 但有一件事要記住 就是當時就是 你做官 你做官也要讀書 那時候是霸絕霸家 讀尊儒術 讀尊儒術 所以你拆舉得泥 就算你貪官什麼都好 你都讀過儒家經典 但是很明顯 在漢的政治裏面 民官的影響力有限 真是 就是以宰上為首 實際上是宦官和外戚 後來就是宦官外戚 控制住 控制住 那個政權 圍繞著皇帝身邊的一班人 真正你說民官抬頭 我覺得 就真的走了科舉之後 是的 說回看朝的拆舉之後 後來倒閉到三國的時候 變成了九品宗政制 這個就是講門帝 九品宗政制 直接是貴族 你都玩了 就是分開九等 沒錯 九等 但其實是細藏品 就是把你的人材分成九等 分九等的內容就是細藏品 細就是你的出身 藏就是你的品德 不是你的學識 所以這些都是貴族 所以到了徐朝 為什麼會有一個講究公平的 考試制度 就是要打破門帝 所以我記得以前讀書 但很奇怪 徐是一個外族政權 徐朝是有鮮卑人的血統 反而可以撕掉那種世家大族 因為他正正要擺脫世家大族 他們不是世家大族 因為他們不是世家大族 因為他們不是世家大族 譬如說 譬如當時他們發源於魏晉南北朝 那時北朝有五個漢性大族 什麼姓黃的 姓魯的 姓鄭的 姓崔 黃魯李正崔 而下面南方就是姓朱的 姓張的 姓顧 姓陸 朱張顧陸 這些大族就是把持的 所以特別是北方那些先卑人 他們最初孝文帝的時候 他們就是想學漢化的 想學漢化的 但另一方面 大哥 那時候世家大族 做什麼呢 就是把持著 經濟的莊園 軍隊 和高級的職位 但這班人把持著高級職位之後 然後不做事 還有他們是私人軍隊 莊園 最大的問題是 這班人一定是做中書 中書令就是宰相 他們做了最高級的宰相職位 但不做事 你看看魏晉的時候 這些主要就是魄園 魄園園 魄園園 所以那時候有句說話叫做 所謂的清流 逐流 清流就是做高官 就不做事 這是為之清高 那些做到一隻人死的 然後做實務 又做到死 但又低級職位 那就是要逐 但是不要忘記 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最後是什麼人做皇帝 特别是南朝 什么人做皇帝 就是那些人做了一只 因为他们带兵打仗 掌握很多人物关系 后来掌握军队 比如南方宋齐良辰 刘豫 北虎兵 北虎兵打出来 他们这班军事有所谓的世族和树族 他们是皇帝树族出身 皇帝树族出身 所以就重用那些庶人 平民百姓 那就是要打破你的世族 北方也是一样 北方就是外族打破汉人的世族 所以有科举制 中国当时的官制在西方眼中很进步 很进步 随朝以来的科举制就是以职能选言语能去考试 一个统一的考试 而且它是开放给全国 大家读一套同一套 你读一套四书五经 你读经书之后就是考试 你是穷又好 所以以前常常有古装片的粤剧 就是什么穷鬼书生 高中 高中之后突然发达 然后就不要个穷鬼老婆 租康之妻 租康妻 租水难收的故事 租康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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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这样 老婆含身如虎 很多都是妓女 不知为什么 这个就是唐朝的 因为那些公子喜欢她 说内华长 有机会再说 很过瘾 所以我记得读书的时候 如果要读中史读的那本 中国历代政权 他提出了一个观念 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权 就是一早已经开放了 政权开放了 就是说什么汉朝的 已经开放了二千多年 然后被人拼了 那当然不行 就说这叫自权开放 你招揽那些人帮你自权 帮我打工 政权继续是你掌握的 但是某程度上 相对于西方 就算到清朝也是 但是成熟的官僚体制 的确对皇权 你说没有民主 当然是 中国帝制 但是成熟的官僚制度 对皇权是一定制衡的 是一定制衡的 是一定制衡 你看回头 我们现在看徐克拍的 《敌人杰》 《唐朝》 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 正史写到他是一个 昏君、残暴、淫乱 喜欢后宫养了很多 绵守 小鲜肉 绵守 但是他就懂得重用 敌人杰 是的 人才 是的 所以这个也是 跟开放比平民有关 是的 其实你说 甚至敌人杰 可以令到最后 我不知是否 就是令到他把政权交给胜利 最后 是的 其实这个 中国科举制度 就说徐朝开始 但是唐朝才兴盛 唐朝科举制度兴盛的其中一个最关键 就是武则天 因为武则天是一个女人 而且他不是正统皇室出身 是的 他不是那个季族出身 因为当时李氏家族 所谓是龙西集团 所谓是关龙集团 关龙集团 那关龙集团 李氏、杨氏 就是那个宇姓、宇民氏的那个 那个家族集团 那你武则天要奪权 但是他也是女人出身 而且他是属于山东 其实就是这个小数派 小数派 所以他要提拔一些的人帮他手 通过科举制度 来到民间就选 大哥 我现在要跟那些人斗 我选 我找一些流浪 我不行 我一定要选一些职人来帮我 因此那个 当时武则天批评他如何 但是他在那个 起码是林郑先 用来用去 用一帮亲共的人士 你怎样跟泛民斗 如果是这样 所以后来我们说 唐朝很兴盛的时候 什么开源之治 开源之治有很多言相 什么宋景 这些人其实是武则天太拔的 最特别的地方 唐代的皇帝对文官是相当尊重的 是的尊重的 在而轮道 他有魏征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关系 谷到谷鬼气 皇帝都想 每次都想 都想割他 因为魏征就顶心忏 顶心忏 但是真正的文官体制成熟 然后大胜其实是宋 宋朝 是的 因为你看到黄安石 司马光等等 这班欧阳修 这班人 他不单止是文官 同时也是文学家 也是政治家 也是改革家 是的 那时候皇帝 甚至那时候皇帝也要很避免他 是的 因为皇帝也是宋是一个文字 很尊重文人 尊重文官的一个皇朝 是的 虽然那时候宋朝的皇帝是集权得很厉害 什么强干弱之 然后再说前目 那时候唐朝的时候 皇帝和宰相坐在一起讨论政事 坐而论导 对 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皇帝坐在这里 文官就要站在这里 但是明朝更麻烦 还需要跪在这里 明朝要跪在这里 不听话 还要打屁股 还要停仗 就是说当着文武百官面前脱了一条褲 然后就要打屁股 还要打得皮开肉裂 就是叫庭杖 真正皇权压倒这个官僚 文官体制就是去到明了 明朝那里 那你就看到了 整个中国政治的败坏 进入黑暗时代 明朝开始 就是明朝开始 其实宋也不是这样的 宋朝其实很尊重 宋朝是相当开放的 而且很尊重这个文人 尊重文人的一个政权 但是这个科举本身 也传入了西方 认识到原来中国有一套 那么先进的考试制度 令到外国的当时啟蒙运动 那时候啟蒙运动18世纪 18世纪的法国的很多 什么罗素 政治哲学家都觉得很服以太 服以太 都很欣赏中国的 当然他不知道有庭障 那些混蛋 那时候 就以为是一个很开明的 因为相对于欧洲还是贵族 那时候还是贵族管治 是的 但是这个英式的文官制度 另外一个根源是什么呢 是来自印度的东印度公司 是的 因为当时整个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拓展 就不是官方的 是来自东印度公司 即是专利权 是franchise 之后 他就交税给政府 就变成了他其实是一个殖民地政府 名义上是一间公司 实际上是一个殖民地的最高管治权 当时东印度公司 正正因为他是一间公司 所以他招请印度的殖民地文官 就是通过考试 因为他是一间公司 他不是一个王权 我不可以找亲戚来的 他不可以找亲民戚友 我如果不赚钱 那间公司会倒下 是的 在东印度公司 就确立了一个考试的制度 而这个考试制度 最终就由印度的民官体制 移植那个来香港 就变成香港的所谓今时今日 我们的政务官制度 或者是早期的官学生 官学生的制度 那官学生制度是怎样来的呢 我们待会休息一会再说 好 究竟什么是潜意识 人有没有灵魂的 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 催眠 多重人家 毁上身 玩家 梦境 是否有得解释的呢 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 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 我是安静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两点 我会在城寨练心术里面 告诉你们 千万多可知 美国立竞 第一项 四季 一言 五月